剛才我們在拍照時,有觀眾走過來找記者 就問,為何今天草猛唱這麼多人的歌,他好像有點不滿 那你們怎樣面對這位觀眾? 其實,如果是想觀眾明白 其實每一次我們做一個演唱會的內容都有概念 其實在上年十月,在洪門做的時候 我都和廣大的傳媒朋友都希望透過大家發出一個訊息 因為我們是二十五周年 即是一個組合很難走到二十五周年 其實去到二十五周年,這一個這麼重點的日子 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草猛不是只有三個人的力量 而是我們很多成長的時候 很多前輩、同輩圈中的好朋友 都在音樂上影響過我們 所以我們的概念,今次在巡迴演唱會內 都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二十五周年 二十五周年,同行的一些作品 希望值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是我的概念 可能他是不清楚我們這個概念 所以他才有這個問題 如果清楚我們這個概念 我想他就會知道我們用草猛的方法 去選擇一些好朋友的作品 如果往後日子 他想多看草猛的演唱會 我們也很努力 繼續會做一些 我們自己另外一些概念 草猛經典的演唱會 所以容許他就守候了 希望在第二個概念 他會再來支持我們 只是一個人 我覺得剛才是一個人 但我看到很多人都很喜歡 每個人都很喜歡我唱別人的歌 這也是我們早晚的新的突破 也可以分享一下 早晚演繹不同的人的歌 時候的變化 和化學作用 其實有分別就是 如果到二十五周年 唱自己的歌 其實走得很容易 反而我們挑戰自己 選擇別人的歌 站起來 我們還花時間和功夫 希望你能體會到我們的心血 連北京那些也飛過來 我想問一下 你們不是第一次來澳門 可以演唱會 想問一下 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可以演唱會 想問一下 有甚麼分別 和感情之外 我記得 我們草猛第一次 第一次來到澳門做演唱會 真的在二十年前 我記得來的時候 還在中圍門 我記得 開始第一次已經做四面台 而經過二十年 今次我們再演唱會 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有成長 原來 有很多朋友都會跟我們說一句 我們很小時候聽你的唱歌 原來我們的音樂 不經不覺 就陪了很多朋友一起成長 所以 二十年後 我們再回來澳門做演唱會 那個感覺 就覺得大家都好像很老朋友 無論我們的演唱會 他們的投入程度都很高 互動都很高 在這裡要多謝 多謝很多支持 我們二十幾年的觀眾 也很開心看到澳門的朋友 他們都在演唱會 都一起成長 因為開始他們會感受到 演唱會的氣氛 和我們一起去互動 一起去玩 一起去開心跳舞 這個是我們很開心看到澳門的 我想你們也看到了 不用我們說得到 的粉絲 文字 對不起 的樂迷 朋友 所有的他們進步 進步 令到我們很有 很想再過來開演唱會 因為看到原來貴婚 我很明白 其實我們這次在做這個巡迴的時候 就是這個巡迴的時候 由上年的十月做到現在 應該是十三回 超過四十幾場 其實都未能夠一一踏席 我們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支持澳門的朋友 我們希望日後會再努力一點 有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周年 我們會再繼續一些世界巡迴 希望去到有華人的每一個角落 我們都希望 有草猛演唱會 是的 我看到女女都會過來 支持你們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帶他們去哪裡玩 有沒有打算 帶他們來草猛演唱會 去那個長度看草猛演唱會 除了一些觀眾朋友 家人去支持 當然很開心 因為其實 二十五周年對於草猛來說很重要 我相信 其實除了我們自己的家庭之外 其實我們都當作大眾 即是觀眾或是歌迷 都是我們一大家庭一樣 所以 其實你們去都是一個家庭 挺好的 一些家庭聚會 有沒有說出去澳門的其他地方 沒有啊 然後明天我們就走了 又繼續我們其他的行程 我們有很多工作在新 直到一路去到新年 我們都有很多工作 你有沒有說 哪些地方你想去 但是未有機會去到 即是表演 你意思是 不是 澳門有 澳門有 我想好像下個月 這次呢 因為這次我最想去 就是在黑沙園吃那個豬仔包 還沒有機會 我希望可以 明天知道時間去吃那個豬仔包 我最喜歡吃那個豬仔包 我們來到 在觀光塔 我知道有個美食節 你很想下車嗎 我知道 也很想 不過沒有時間 實在這幾天都沒有時間 明天一起來就要走了 是的 又看不到賽車 因為我們又要坐牌 是的 我覺得我錯過了很多東西 因為這次其實我也有些朋友 是這次賽車比賽裡面的 比賽的人士 但我也未能夠 因為為了要準備這個演唱會 所以未能夠支持他們 在這裡說聲音 真是不好意思 是的 又吃不到火鍋 又吃不到這個豬骨煲 哎呀 澳門有很多美食 澳門有很多 我們三下都沒吃 對 是 剛剛提到說 可能會即是出碟 那可不可以透露少許場景 讓大家知道 我相信我會忘了 我們這兩個月的工作 我們就會將我們 投入我們的唱片 是的 因為我們的唱片 其實都在想著一個方法 如何出到來的時候 就是更突出 因為草馬 我又不想就這樣唱唱片 所以現在還在想著 應該不是那麼簡單 是的 大家期待一下 廣東國語 廣東國語 因為現在很Global 是的 我現在也打算唱英文歌 或者韓文 因為我很喜歡韓國的劇集 我現在也想著 我現在也想著 有些英文 我覺得現在印度話很流行 那些玻璃圓那些 我看完那些 對 真的很想 不是 我跟玻璃圓 那套玻璃圓 好像是三個 其實應該是我們拍的 那套新的臉 有很多新的想法 我想叫黃禎導演 跟你拍一拍 所以其實草馬有很多變化 因為百變草馬 搞鬼鬼三兄弟 是嗎 是的 所以希望接下來 我們就會做到很多新的事情 很多新的 能問一個普通話的問題嗎 可以 就是大家一般看一個藝人演唱會 從第一場到最後一場 是完全一個不變的演出 但是據很多看過演出的歌迷說 你們變化了很多不同的形式 對 你為什麼要做這麼多的變化 就是因為我們的師父是百變的美艷芳 那我們是作為他的徒弟呢 我們也是一個百變的草蒙 那在台上呢 我希望是能夠帶給大家 視覺上面跟聽覺上面的都有效果 加起來都有效果的 所以在情緒方面呢 有起伏的 那麼就可以看起來的時候呢 整個流程都比較有溫馨的 有深情的 有一些有狂野的 有一些有很刺激的 感情就很多種的 所以希望帶給大家是這個別演方式 在歌曲方面呢 其實如果你知道我們 搭好多地方去演出 但是每一個站都好像是不同的曲目 因為我們想每一個地方都會 適合他們聽的語言 好像我們在北方北京 我們比較唱多一些古語歌 還有就是不同的類型 其實這個動作是要花很多時間 樂隊 不覺得辛苦嗎 樂隊要粗心排練三次 對 但是我們覺得是急得去花點時間去美一下 但是我在後面有一個北京的 跟我一起來的歌迷 他們抱怨說要看草蒙演出 但是唱了很多別人的歌 你覺得這樣遺憾嗎 這個是 不遺憾呢 我覺得是很新鮮的一個做法 因為 那麼多年以來我們唱過 比如說那個《試煉政線聯盟》 我應該唱了兩萬七千九百多遍了吧 那我覺得有時候其實草蒙有很多其他的 一個想法 跟可以做很多不同 不一樣的一些東西 那就是帶給歌迷有不同的一些畫面 所以我們就選擇一些不同的歌曲 來表達我們的表演 但我覺得作為你的歌迷 你翻梅艷芳、張國榮 包括像林子祥 包括像哥哥的作品 我們都覺得很喜歡聽 也覺得很新鮮 但是你要是唱蘇燕姿或者張宇 我們就不愛聽 那如果說以前我們在看你的臉書 是覺得是對前輩的致敬 有同輩的這樣的感情 那麼為什麼這次要翻很多像 雖然子這樣歌堂新鮮 是因為呢 其實影響我們的 在音樂上面影響張某的 其實有我們的前輩 有我們的平輩 也有後輩 那麼他們的作品 我們都很喜歡 所以呢我希望是 就是音樂是大空的 我希望是把所有的音樂呢 就放在一起 那所以就用這個構想來表演 我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在這次演唱會當中 我覺得最大的一看點就是 而且你們在台上那個 致敬那個王菲的時候 那個動作學得是唯妙唯詞 這個是之前編排好的 還是現場去這樣做的 你覺得 對 其實我是很自然地去唱歌 因為我唱到 譬如唱到王菲的時候 我就會突然想起王菲的一些 工作 對以前我們是同一個唱片公司 我們也有一些交流 那我記得他有很可愛的一面 很有趣 對很趣 那對啊 都會想念他 對 所以每逢我唱到每一個歌手的 那個歌的時候呢 都會想起他 想起他 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呢 一些交往 王菲給我一些是很 很 很不在乎啊 很可愛啊 那感覺 我們就把他 突然不知道為什麼會做出來的 其實我們都 你們覺得好嗎 好像編排吧 非常好 沒有編排 但你影響了他們兩個 對 所以說有時候有些朋友其實有影響 對 真的 這音樂很奇妙吧 所以… 我問一個問題 好啊 就是… 有一部分很深刻 有 有 有 很深刻 唱紅的時候 是 是 感覺很妖艷 是 我想問一下 在師傅裡有否偷到那些詩 其實有很多人… 想偷 不知道是否偷到 我也不知道 就是有想過想偷 但不知道是否偷到 你們去評分吧 我不知道有多少分 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感覺好像一個故事 串連起上來 比如說 剛才我們在唱 原來你甚麼都不要 原來再接下去 朱燕之的歌曲 那麼其實那裡那個跌檔呢 是給大家一個思想的空間去思想 然後 再想翻上來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衝擊 就是… 其實看草碼呢 是一個… 好像在玩Roller Coaster 就是… 過山車 過山車一樣的一個演唱會 所以呢 看草碼 是很值得看的 看草碼 一定要看現場的 所以就… 我們會想很多 新的概念 來給大家 有一個 在畫面上面 和音樂上面的刺激 謝謝 謝謝 拜拜 謝謝